Hello 大家好 我是齐整 随着今年疫情的影响 旅游业已经不行了 现在很少人出去旅游了 旅游业有好多人都失业了 旅游业好多人失业都去干嘛呢 国家政策其实也在帮助这些人 比如说今年国家允许可以摆地摊了 干什么了 这些都是帮助一些没有工作的人 就业像以前就不允许 我觉得如果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失业的话 可以选择摆地摊做个小生意 或者是重新去找一个临时的工作 先做着 不能在家干等着 等着时间长人就废了 是吧 你要出去寻找一点 自己去想法做点什么 或者是找个临时的工作先做着 旅游业我看就现在的形势 估计到今年年底都不会好 一年时间呢 去做点别的 说不定做点别的方面上 可能做得更好了 人不能闲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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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